服務社區年脈的長者 蘇州慈濟門診部舉辦中醫醫診 89歲的陸婆婆一吃東西 就覺得肚子脹脹的 趕緊來讓醫師瞧瞧是怎麼回事 阿婆只會說蘇州話 所以大一王聽不懂 那麼讓我做一下臨時的翻譯 因為年紀大了嘛 它就是消化功能比較弱 然後所以它的腸胃道不好 醫生給他開了一個處方 幫他調理腸胃的一個 排便的一個方子 來自北京的中醫師張立 第一次受邀參與慈濟的疫診 門診部特殊的醫療人文 讓他印象深刻 我感受到了慈濟對患者的關懷 讓我很受感動 我覺得能夠有一個平台 讓我去幫助更多的人 其實是挺難得的機會 前來求診的民眾以飲法族居多 大一王也給予愛的叮嚀 以秋冬來說的話 都是呼吸道的疾病會比較多 比如說老人跟小孩子 特別容易咳嗽 但是在今年呢 還會加上了一些 腸胃道的一個反應 所以說基本上今年的話 請大家要注意 特別要注意不要感冒 還有就是吃東西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不要吃的太辣 也不要吃不消化的東西 藉由疫轉的機會 蘇州慈濟門診部 讓更多民眾了解 中醫預防剩餘治療的觀念 也更進一步認識慈濟